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第22章 第22章可以说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 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 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给上帝 当然这是上帝对他的要求 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那其实经文也说得很清楚 在第1节当中就摆明 说得很清楚了 上帝是要考验亚伯拉罕 这是一个考验 我们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考验 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 他不知道这一个考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考验到底上帝会不会为他预备一条的出路 这是亚伯拉罕所面对的一种的情况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先来回答一个问题 到底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什么事情呢? 他要考验什么呢? 我想在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 特别是在第12节 当整个的考验过了过后 第12节天使对亚伯拉罕说 不要伤害这一个小孩子 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 这是第一样 这个考验是要看看到底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到底什么是敬畏上帝呢? 按照经文的上下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敬畏上帝 就是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所谓 能够回应神的任何的要求 第一位经文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子 留下不给上帝 这是第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要考验亚伯拉罕 在他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仍然以上帝为他的主宰 仍然以上帝为他的独一的神 他敬畏上帝 甚至愿意摆上一切来服侍神 就像过去一样 上帝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他就放下这一切 走上信心的旅程 跟随耶华的脚中 来到现在有了一个的儿子 而且是在一百岁过后 领受应许 有了一个儿子 他仍然是否有这一个 存着这一种敬畏上帝的心呢?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考验 第二个考验 或许我们可以从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那一段的经文 谈到信心的这些的风云人物 信心的龙斧榜 亚伯拉罕就在当中 篇幅蛮长的 那其中一段 就谈到亚伯拉罕因信上帝 就把他的儿子献上 那段经文特别强调说 因为上帝应许 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承受那一条救恩历史当中 或者应许的后裔 因此上帝在第二十二章这里 叫亚伯拉罕把这个的以撒给献上 基本上如果这个事情会成就 那他肯定就毁了 就推翻了上帝的应许 上帝之前打印说要透过以撒 来去繁衍下一代 成为大国的应许 就会归于无有 因此 希伯拉罕第十一章 特别是第十九节那一段 就让我们看到 那段经文其实 给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也是可以说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到底相信上帝的应许吗 上帝的应许 会不会因为把以撒献上而就毁掉呢 根据希伯拉罕的说法 亚伯拉罕是相信上帝 还可以叫以撒从死里面复活 换句话说 这一个献祭是活生生的 那是真实的 亚伯拉罕也已经做好 牺牲以撒的心理准备 当然他有信心 上帝会叫以撒从死里面复活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神 他要守住自己的约 因此 如果我们综合这两段经文 我会说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考验 第二考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敬畏 第二考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 特别是对上帝应许里头的信心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看第22章 我们发现到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吩咐 是非常的清楚的 比如说 在第二节上帝说 你要带你的儿子 你要带你的儿子 但是很快 他没有停在那边 因为亚伯拉罕其实还有两个儿子 对吗 还有以斯玛利 但是他说你要带你的儿子 然后就是你独一所爱的那一个 你所爱的独子 照亚伯拉罕所爱的是谁呢 独子上帝的应许的那条线 独一的那个 然后再下来就说清楚了 是以撒 你的儿子 你所爱的 你的独子 然后以撒 清清楚楚 亚伯拉罕没有的推诿 然后你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地区 往上帝要指示他的山 在那个地方把他献为凡计 是把以撒献为凡计 清清楚楚 不是带他去献计 献别的计物 是把以撒献为凡计 而凡计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要经过火 焚烧的 我们看到上帝的吩咐是清楚的 而亚伯拉罕 申请说 他也遵照神的话去做 天还没有亮 他就把这一个的清早起起来 预备了 就出门了 清早起来 甚至天没有亮 天没有亮是我说的 但是清早起起来 他就往那个地方去 要走三天的这个路程 清早起来可能是睡不着了 因为要献以撒 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 但是经文给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他仍然做了上帝 吩咐他要做的事 以致上帝在整个应许 整个试探 或者试验的结束的时候 这个考验的结束的时候 说亚伯拉罕 真的是那位敬畏上帝的人 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真的是那一个对上帝 持有信心的那一个人 新闻来到后面 我们看到上帝 为亚伯拉罕 准备了一只的羊羔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 以和华以乐 也就是在上帝的山上 会有所准备 保罗怎么说呢 在他的书信当中 他说上帝 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那我们所要面对的考验 试探 都是人可以经过的 上帝会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 带领我们走出去 这是保罗所表达的这种信心 创世记者里给我们看到 上帝必有预备 预备那只羊羔 预备那一个出路 开一条门 开一条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走上去 求神帮助我们 在充满挑战的这个环境当中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我们所面对 各种可怕的这种的问题 对方姐妹 让我们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 仍然心存敬畏 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你有信心 就像亚伯拉罕对你有信心一样 坚定我们 扶持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你里面必有预备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